大家好,我是好莱坞张鲜注册会计师 我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家美国第一华人会计书所 我们的书所主要是为全球的客户在美国注册公司 开银行账户,提供报税,会计,注册亚马逊 为外国人在美国申请证税号,提供税务,筹划,规划,避税,省税 今天我想跟大家解析一下 在美国注册公司到底要注册在哪个州 注册公司的类型有哪些 注册公司在美国,具体注册在哪个州是大多数人的困惑 他们就很迷茫,我到底要注册在哪个州 今天我就跟大家简单解析一下 这个都是要看您的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您的公司将来的规划而决定的 这个没有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黑和白的简单的一个区分的 首先,如果您注册美国公司只是用来把您境外国外的那个公司的品牌提供知名度 或提高您国外公司在国际的影响力的话呢 你在美国不会开银行账户啊 不会有任何的实际交易跟美国的这个客户啊 有实际的任何交易和生意往来的话 我建议您的把公司注册在一个维护成本费用最低的州 那就是科勒达州啊,科勒达州叫Colorado 相对来说这个州的那个费用是比较低的啊 就是说您在美国是不会有实际的办公场地 不会有实际运营啊 不管是线下也好,线上也好 也不会有员工啊 只是用来打响知名度而已 就住在一个简单的唯一费用很低的州 当然了,科州只是一个推荐而已 您可以住在其他州,这个没关系的啊 第二个呢,如果您在美国并无实际办公场地或者招员工的话 并且您在美国全部是线上的或者线下的全美销售和服务的话呢 您把公司注册在免税州,像特拉华州啊,华盛顿州啊,德州啊,内华达州啊等等都可以 通常的话我是建议呢,特拉华州呢可能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没有销售税啊,营业执照税啊,还有周税这些麻烦特别少的 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在美国没有实际的办公场地,没有员工啊 但是您的销售呢是针对于全美的,不管是销售也好服务 都是针对全美的客户啊,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您的生意呢是在有线上或者线下,您的客户是全美的 对吧,全美的,记得啊 并且呢,您打算在将来的某个州,或者某个州,就是一两个州,或者两三个州,或者更多的州 会有呃,招员工啊,或者租赁办公场地的话,像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您把公司设立在免税州 然后在你这个办公场地,所,呃,所租赁的那个,那个州呢,呃,去去登记,呃,这州政府去登记一下啊,再运营 再给员工发工资啊,这是说,这第三个就是您在公,在美国有线上全美啊,全美的销售或者服务的话 并且在某个州,或者某几个州有那个运营场地啊,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呃,您在某一个州啊,有一个办公场地,您的客户呢,只有来自那一个州的话,啊,不管是销售啊,还是服务也好 你只有来自那个州,并且你的店面在那里啊,你不,你不管其他的,反正你在那开了一个店面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呃,我是建议呢,你还是把那个公司住在哪个州啊,如果就是所有的客户都是来自,跑到你店里来买东西,对吧 你在那租了一个店面的话,你住在哪个州,你不会考虑其他的啊 当然了,如果你想法律上更加保护自己的公司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把公司设立在特拉华州,然后在你的那个店面的州去登记一下,这样法律上会保护一点将来,有什么纠纷的话啊,呃,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的话,对于那个美国的居民啊,呃,注册LLC和RNC和Corporation的话呢,最终都会到国税局去申请一个S公司报税啊,因为只有S公司报税相对于来说省税一点 对于美国居民来说啊,如果你的股东有一个不是美国居民就注册不了的啊,呃,如果是要上市的话,你就不能够这个了,你就要注册Corporation啊 呃,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外国的股东,如果公司的股东全部是外国人的话呢,我是建议您,如果你不是买房产投资的话,不要注册LLC OK,就注册一个Corporation啊,呃,买房产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房产的那个税的,那个那个那个basis比较比较好啊,好那一点 其他的呢,外国股东来注册一个,呃,Corporation啊,省税啊,避税容易操作些,OK 报税远远没有那个,呃,Corporation报税比那个LLC报税很简单很多啊,LLC报税最麻烦,如果是外国人的话,OK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到这里啊,谢谢观看,拜拜